敢不敢打腿巴掌 有种我输你千两 上回书说到 钱龙爷讥笑刘时安 赏了个流罗锅的外号 不想反被刘时安将了一军 弄走御班之不爽 还要每年多管他两万两银子的俸禄 算起来 而今十六年过去 钱龙爷足足赔了三十二万两 这还不算被他赢去的御班之 各种麻脑翡翠 对了 那次去扬州 还被他弄了一件黄马瓜 上好的貂皮黄马瓜 这还不算完 下江南有下江南的影 再朝 刘时安一样明目张胆的巧夺 敢不敢打腿巴掌 有种我输你千两 刘时安一弄 顺手扯几根胡须 咬破手指 照钱龙爷脸上那么一拍 哎 有蚊子 好大的蚊子 前后不过三句话的功夫 一千两道手 爽歪歪 无论是明斗还是暗斗 钱龙爷总也赢不了他 一般之麻脑翡翠倒是其次 银子也不打紧 就是这面子上马 多少些挂不住 这天 钱龙爷借画像为由 准备干一票大的 这次让这个流罗锅 是上找不到阴来 下摸不到果 眼看刘时安戴穿龙袍坐上龙椅 前龙爷开枪了 别的不说 什么御班子啊 银子啊 这都是小事 唯独在苏州那次 你非要看什么怪兽 弄得正险些性命难保 刘时安一愣 怪我 那是你要看四不像吗 我拉都拉不住 且听着打罗人吆喝 四象无鼻 四牛无脚 四马无提 四驼无风 这种东西 刘时安一眼看穿 无非是市井无赖 乔林明目而已 请了也不信 看过的人各个喜洋洋 不像被骗 刘时安还想再劝 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得 不吃一钱 怎么长一智呢 出来的人各个喜洋洋 那可不 谁都不想承认自己是笨蛋 乾隆也大笑说 狗不是人 人是真狗啊 君臣三人说说笑笑 奔东去 原想着下半晚 能走到行宫 却不料 怎么稀奇古怪 摸到山里 这一迷路可不好 苏州府衙门吓坏了 跟丢了皇上 多少脑袋勾砍 那府台衙门马上下令 全城官兵即刻出动 拉往事搜索 另一边 君臣三人晃到天黑 鸡肠碌碌 口渴难耐 说也巧 不知怎的 既莫名其妙找到一花子窝 这花子窝头头呢 是个老先生 为人豪爽 听他谈吐 也读过纪念书 嗨 说起读书 老先生一脸不快 当今读书人哪还有出落 皇上对鄂荣安那小子 言听计从 国家无望 还是吃鸡好了 大鸡大利 大口吃鸡 种吃呢 门口突然闯一伙人来 说花子偷了他的鸡 要报官 前楼也上前答话 什么鸡不鸡的 别急嘛 丢了多少 照价赔便是 来人一商量 开口二十两银子 付了钱 了了事 按说该各回各家 各找各妈了 这时 领头的叫花大姐的女人 突然开枪 说花子窝破破烂烂 不如到客栈歇息 进了客栈 果然场量许多 没等三人坐定 那花大姐又开枪了 这回 推自家的粉头 别看这是个山村野店 麻雀碎小 五脏俱全嘛 一姐翘 二姐娇 三寸金莲 四寸腰 三邪二胡 琵琶销 南腔北曲 靠山调 是要那套来 有那套 说着 花大姐突然提高音调 别说你们几个 乾隆皇上下江南 都睡过我们这的姑娘 不过那次不巧 城里的刘举人取亲 几个粉头都出了轿子 最后没法子 花大姐只好亲自出马 老娘出马 是一个顶俩 会声会色聊了半天 楼下酒菜备好 三人之菜 别了粉头 奔了馒头 不过不喝酒 也不吃菜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大眼动小眼 浑身都是心眼 花大姐一瞧 哎哟喂 怕我们这是黑店呢 说着 旁人端起酒杯 一应而尽 花大姐也错过来 到此一口一个 刘世安 捏起酒杯 笑笑说 嗨 我们还真是 以君子之父 度小人之心呢 正说着 门口一阵红乱 几个野僧 抬着麻袋往里走 破一些杀气 一看才知道 麻袋里是个年轻女人 不过奇怪 那野僧并不杀她 也不干别的 只一个劲地剪她头发 不大一会儿 楼下酒菜备好 一伙人这才罢手 而也就到这时 君臣三人才明白过来 这里果然是个黑店 俗话说 狗咬狗一嘴毛 管她那样的 君臣三人翻窗进屋 将那姑娘解了绑 随即逃出客栈 走了不到二里地 来到一间道观 这儿就是姑娘的家了 一路上担心害怕的 这回总才放心了 一杯一杯又一杯 两杯三杯四五杯 六杯七杯八九杯 得 还是中了人家的连环计了 官兵找来的时候 三人早被藏进谷仓 要说 这世界上最安全的地儿 莫过于谷仓了 为什么 这还有为什么 皇上下江南 两米要堆重山嘛 各地官员每天最重要的事 就是大建空谷仓 往上报树 所以此刻 谷仓就是祖宗 就是皇上 就是九世 谁敢碰啊 乾隆爷醒来 是后半夜的事了 一帮人围着呱呱叫 终论不休 原来 那花子窝头头 在鄂荣安老父 鄂尔泰手下当过差 鄂荣安不认得他 他可认得鄂荣安 所以 从苏州城到荒山 从荒山到花子窝 从花子窝到客栈 再从客栈到这谷仓 一步一步的引导 是早有预谋 目的 就是要杀死乾隆 小姑娘说 乾隆有三大罪 其一 姑娘的太爷爷 做主考官的时候 因为一道考题被流放 冤死边疆 那年的题目 叫唯民所指 有心人却说 那是暗示 英众无头 其二 乾隆每下江南 百姓就紧一所事 明纸明告 全搜刮上去 供他一人享受 其三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乾隆不该当皇帝 因为英众改写传位诏书 窃位 那诏书上本来写的是 传位十四太子 英众将其改成 传位于四太子 乾隆也直摇头 其一是彭党之争 难分谁善谁恶 其二 子虚乌有 就算内务府抽签 也实习富商大谷 不关寻常百姓的事 其三就更离谱 乾隆也指着 大殿里的一封告命说 寻常文书 都是满文汉文两种 至于诏书 那可是要照告天下臣民 所以有五种不同文字 你将汉文的十字改了 其他四种呢 无济之谈嘛 大伙听得入神 突然外头一阵轰闹 官兵又折了回来 乾隆也就是趁这功夫 逃到后山 游荡了三天 淋了雨 受了风寒 那时又累又饿 头昏脑胀 险些栽倒在地 信得两个叫花子大救 这才保住姓名 这哥俩薄荷群 是被花子窝赶出来的边缘人 俗话说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你花子窝要捉 我偏要救 一碗热汤下肚 乾隆也终于缓过劲了 只可惜鼻子不通气 闻不到香味 回京之后 乾隆也念念不忘 珍珠翡翠白玉群 天下还有这等美味 说也巧 刚一入秋 乾隆也又得风寒 鼻子不通气 浑身乏力 就在这时 他突然想起那碗热汤 珍珠翡翠白玉群 这可难倒玉山坊了 玉山坊菜谱上 什么群都有 就是没有着珍珠翡翠白玉群 鄂荣安临近一瞪 会不会就是字面意思啊 珍珠就是珍珠 翡翠就是白菜 白玉就是豆腐 乾隆也气炸了 混账东西 竟敢拿豆腐汤猛混过关 没法子 贴黄绑吧 满苏州找人 只要回坐珍珠翡翠白玉群 上四品官 领千凤银 俩叫花子 就这么撕了黄绑 穿上官服 进了宫了 说起来 这珍珠翡翠白玉群 其实并不难 就是字面意思 它难就难的选材 大白菜不能要新鲜的 要烂菜叶子 越来越好 豆腐不能要现做的 要馊的 臭的最好 两者这么一混 大火炖上两个钟头 那家伙 汤汁粘稠 闪闪发光 好似珍珠一般 不大一会儿 上菜 可不得了 臭的人只打喷嚏 乾隆爷一瞧 怎么 今天都风寒 鄂荣安说 这就叫台上一壶 接下百诺嘛 说起这事 乾隆爷就来气 骂刘世安 你也看我喝干水 自己却偷偷倒进靴子里 像话吗 说完 乾隆爷画风一转 将那张画递了过去 刘世安吓得灭色沙白 穿龙袍 坐龙椅 画龙像 样样死罪 如何都逃不开了 臣 谢住龙安 啊 皇上的龙袍是五爪金龙 王爷的蟒袍是四爪一蟒 这张像 就是个王爷像嘛 从今以后 每年又能多灌四万两银子 乾隆爷气坏了 转头骂画师 你怎么能画四爪一蟒呢 画师冤得很呢 皇上叫画刘世安 那必须遵旨行事 若是画的不像 那就是抗旨不尊 而若是画的太像 又违反祖制 故儿 故儿 王八蛋 四万两 皇上 我每年又要多灌他四万两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